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明天要考断考 欸 已经又到了断考周了吗 你不觉得我们每次直播对我们的时候要考试吗 每一天 可是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 你以前 国小还不至于 国小就是月考嘛 可是国中之后就开始 又有模拟考又有什么考 然后晚上还要玩自习 嗯 对不对 然后你到高中之后又要一直补习 补完之后就是要一直做作业 到做功课用月考 可是我高中就没补习了 你高中就开始在找餐店帮忙了 所以我就高中就没在补习了 你高中还是很一直在补习 我高中是白天就是在学校当选手 然后就一直训练 然后到晚上 然后就直接下课 买个小东西去补习班吃 然后一直补习 然后假日也去补那个冲刺班 那就一直这样子生活 晚上有时候一三五六四六四错开 你会不会觉得很充实 充实到有一次我在房间醒来惊醒 今天礼拜几 我在哪里 我现在我是谁 真的吗 那我也是惊醒之后 完了我现在在哪里 诶我在补习不对啊 我今天要上课吗 就是我错乱了你知道 我已经累到晕倒了 然后醒来之后 我在哪 就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惊醒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小时候和我妹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们是读中一国小 台南的中一国小 以前我们小时候 小一小二小三的时候是走路去学校 像有些父母会担心说小孩子 走路一个人去学校很危险 但是我们家因为 我妈很小就是做早餐店了 所以我和我妹妹 从年纪很小的时候都是走路去学校 就像樱桃小王子一样 小王子 樱桃小王子 不要跳火雨冰 所以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 我小三的时候 我妹妹小我一岁 她读小二 然后我们都会一起走路去学校 然后有一次凌晨的时候 我惊醒 就是我醒来 然后就 现在几点了 阿赫 妹妹 妹妹要迟到了 妹妹 我就把妹妹咬起来 妹妹起来起来 要上课了 赶快走赶快 起来起来走 然后我妹妹就迷迷糊糊 也穿着制服 又迟到了 然后就穿好制服 然后就跟着我去学校 那时候因为年纪很小 都没有发现 就是走在路上 然后就觉得路上很暗 我就觉得 天哪 好恐怖 今天往学校的路上 怎么路上看起来都好暗 然后都没有人 好恐怖哦 就很阴森 然后很昏暗 然后很冷 很凉 然后我妹妹就很害怕 就 好冷哦 好暗哦 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迟到了 因为我起来的时候 我看时钟就已经八点了 然后就很害怕 然后我们就到学校 大门开 我们走进去 然后所有的教室都锁着 我就在那边瞄那个教室里面的时钟 然后发现现在才五点多 刚六点 我就 然后我们就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学校玩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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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真的啊 我们就 我就坐在教室门口 一直等很久 等到那个有人来开门 哼哼 我也发生过一样 真的哦 你也是一大早去学校 我是国中的时候 哦 你国中 你看我是国小 情有可原 你国中就是你自己在乖 我 我国中的时候就是 我习惯睡到六点 然后起一脚踏车到学校六点半 我觉得小美这一点很厉害 我国中要我六点爬起来 我完全不行 我国中的时候都是那种 七点半压陷起来 真的啊 我妈都是拿衣架把我甩醒的那种 啊 起沉了 有一次是在冬天 嗯 然后冬天的白天不是会比较 暗 然后会比较晚一点 然后有一次我就 忽然间也是一样惊醒 是 然后就 我迟到了 我东西来不及了 然后我就很害怕 怎么办怎么办 我它迟到了 然后东西拿了 就直接骑脚踏车就狂奔 哒哒哒哒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家住 距离学校比较远一点 然后路上还有田 嗯 就是那个空地哦 田地哦 嗯 然后我就很害怕 我就经过那田 嗯 我迟到了 好冷啊 嗯 嗯 然后骑一骑之后就发现 哎 那路上怎么没有车 那你到学校之前就发现了 我骑到一半的时候 就发现怎么路上完全没有车 嗯 而且我是谁 我在哪 嗯 然后我就嗯 好像哪里有点怪怪的 那时候我身上没有手表 嗯 小孩子 对 我也没有手机 手机或什么东西 我就没有办法编那 可是我就觉得怪怪的 怎么路上都没有人 也没有车 我就觉得好像我先回家好了 你就折返了 然后我就折回去 然后开门看了那一瞬间 哎 还半夜三点 半夜三点 对啊 然后 然后我妈 你半夜三点去学校 对啊 然后 我回来之后我就 哎呦 我好恐怖 谁会在凌晨三点去学校上课啊 然后 我就觉得回来之后我就好累 因为我是 心脏跳很快 因为我知道我要迟到 所以我是狂奔出去 然后觉得哪里怪怪的 然后我就起回来 然后就 然后开门那一瞬间 看到死中 三点 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在睡觉 她在房间睡 她没有发现你不见了 没有啊 她跟我分开 不一样房间 然后那时候我就 我累了 我要睡沙发 然后我就睡在沙发上 对啊 一睡到六点 终于可以上学了 好棒三点了 哦 好轻哦 对啊 三点很黑耶 对啊 很黑啊 三点还有五点 那黑不一样 你知道五点是有那种 微亮微亮的感觉 那三点根本是全黑吧 因为三点是全黑耶 可是当你惊醒的时候 你会躲起空了嘛 你就会 阿餐吗 吃到了 然后就一直骑一直骑 那不觉得很恐怖吗 很恐怖啊 没有没有 我觉得路人会觉得比较恐怖耶 因为说有一个小孩冲出来 对啊 凌晨三点 然后有一个小孩 骑脚踏 你那时候 哈哈哈 你那时候只是国中生耶 对啊 看起来比较像 俏家女孩 哈哈哈 有多少人凌晨三点 会骑去学校 你不知道那种 起床的那一刹那 发现你差嘛 你要冰崩了 然后你就会让肾上腺素发作 你就会所有东西 就那个衣服用最快速度穿 说不到用最快速度拿 然后冲出去 诶 然后我就发现 头发的东翘七翘的 你的头发是爆炸型的 冰咚 所以你那时候头发也没整理 我那时候是妹妹头耶 你那时候是妹妹头 对啊 我那时候是剪妹妹头 你国中的时候留妹妹头 对啊 我高中也留妹妹头 你忘了 诶 你认识我的时候 我是妹妹头 那你什么时候变成长分的啊 因为头发 有时候 妹妹头就要一直去修啊 不然它会盖过眼睛 所以你以前会自己拿剪刀剪吗 不会 我不知道什么剪 诶 我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班上女生 在学校都一直拿剪刀 一直自己修妹妹头 诶 那我都是妹妹头变长 之后就开始旁分 然后就 就很久之后就变旁分了 哦 所以你是 之后你就说 啊算了就旁分吧 啊后来有一次 我剪回妹妹头 你就说 哎呦 这什么脏发型啊 叫我 哈哈哈哈 你对妹妹头是不是有很大的偏见 因为我觉得你 剪妹妹头好呆哦 哦 我是不是很脏 是什么时候啊 高中哦 大学 大学 因为高中的时候 我就是妹妹头跟你认识的 可是你剪妹妹 我看起来有点呆 嘿嘿嘿嘿 哦 你自己看嘛 不然我把小美 到时候如果这个剪出来 我把小美画成妹妹头 你就看起来一眼呆样 嘿嘿嘿嘿 而且你那时候剪妹妹头 还被人家说是学她 啊那个时候每个人 你自己去翻照片 那个年代的 全部都是剪妹妹头 是吗 每个女生都是妹妹头 为什么啊 因为那时候流行啊 杨承宁也剪妹妹头 那不是水母头吗 他也有剪过 不是水母头妹妹头 啊很多女星都剪妹妹头 黑色味妹妹有很多妹妹头 呵呵呵呵呵 所以你那时候是因为 看黑色味妹妹才剪妹妹头 没有那时候在流行 所以就剪着妹妹头 所以你那时候都会看 黑色味妹妹哦 不会 那你怎么会知道 哎呦 我要举例嘛 我要举例那个年代啊 哦 对不对 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妹妹头 哇我都快忘记了 我印象中你一直都是斜流海 直接失忆 那我完全失忆 女生的发型在你眼中 就是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真的耶 没有 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变斜流海了 你看你高中照片 是不是翻出来你是斜流海 哪一张啊 很大片的 你站在洋仪庆旁边 可是我有剪过妹妹头 对啊可是你后来 可是我时候的事啊 不行 我记得你高三的时候 就已经是斜流海 我高三是斜流海 可是我记得我高一高二的时候 都是妹妹头 因为我一直写你的妹妹头就罢了 哦对啊 你把我写得跟狗屎一样 哪有啊 我真的要把你写得跟狗屎一样 好不好我现在去接 哦我不要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班上很小的女生 都是妹妹头 哦你算说什么 那我说的很小是那种很呛的 哦 有吧 那时候班上比较呛的女生 都是妹妹头啊 你是在撒小啦 你真的是耶 靠北 大学真的在靠北 你在吵什么东西啊 在吵耶 然后一边脚一边整理自己的刘海 一边整理自己的妹妹头 8加9台妹 不是 不是我要说 我和小美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超台的 以前我和小美两个都是懒 懒那种咖啡色的头发 然后还穿皮 哦 然后那时候 而且小美懒的那个咖啡色 我记得那时候她刚懒 就被我显得跟狗屎一样 他那时候给我懒一个黑色会妹妹的发色 那个发色是怎样 很亮的咖啡 有点像金毛 没有到金毛 可是很亮 然后我就一直闲 然后闲到她哭 刚探完来学校的第一天我就说 你这个头发怎么弄得像台妹 然后她就 可是我 我觉得很好 我就跟她讲要这个颜色 我不知道她弄得 我说你这样真的很像八戒她们酒妹耶 你真的是 很不行耶 然后她就哭 她就 嘿嘿嘿嘿 你为什么把我写得跟狗屎一样 哦 你那个头发就是 它是不是有点 炸炸的啊 没有啊 我是烫 纸 我是烫纸的 那个叫什么 离子烫 离子烫 对啊 可是那个发色就很亮 对啊 我记得那一年是大一的时候去烫的 大一呢 大一的时候染 哦 我现在是大学很冷 我要调起来 我没有讲 那是 发型是那种失败 那个发型是新来的 因为我说 我想染头发 我想要一个成熟一点的发色 没有 我那时候是说我想染头发 稍微 稍微深色一点 就是咖啡色但稍微深色一点 但我不知道染出来怎么长这样 那是你第一次染头发吗 嗯 算是染整颗头 嗯 我那时候染完之后 我已经觉得很失败了 真的哦 你那时候 你染完了当下 我脸已经垮掉了 然后你又把我骂得跟狗屎一样 然后我那时候 啊 我不要火了 那你是怎么跟设计师讲啊 我说 我要染咖啡色 然后我要深色一点 那染出来之后 它就变超亮的 哦 然后我就觉得 我头发变回了 然后你没有跟设计师讲 你染这首头发 不不不不不不我不敢 哈哈哈哈哈哈 那设计师说 啊这个法色可以吗 你说什么 哦哦哦哦 好 哈哈哈 都染成这样了 你再染第二次法则要烂掉了 不会啊 你就说我不满意啊 你知道 你在找设计师的时候 很像一种冒险旅程 你遇到什么人 帮你弄得像什么狗屎造型的话 你都 你是选设计师像超盲包一样 对啊 例如说你可能你都习惯去这一间 可是你的设计师很忙 啊你可能就没有预约到他 他就给你安排了一位 惊喜包 哦 然后他被染出来之后就是你不喜欢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设计师的眼中 他的视野之后你的头发 他就完全忽略到你的脸 肤色啊 或是脸型啊 对完全没有 他只在意那个头发部分 是 所以他就会帮你用一个 他觉得非常好看的发型 非常有sense 非常流行special 你的发炫是往这边拨 所以你要拨这个发型最好看 啊你看现在很流行这种 大波浪卷 你这样烫起来就很有气质 结果你就会发现 你烫起来之后 你变了那个路边阿桑了 你知道吗 他完全没有在在意 发现你的整体看起来 看起来一样的样子 对啊 啊不要不要 你在跟我讲眼神 你那时候跟设计师是怎么讲眼神 我要染咖啡色 深色一点 不要跟发色跳太多 然后他 然后染出来就变成亮咖啡色了 他一定会问你说这颜色OK吗 对啊 可是你染下去那一扇 那你已经知道无法挽回了 他染下去那一扇 没有吧 就是染完之后啊 洗完吹完 你不就见真章了吗 哦你 所以你在 他刚开始在用揽戒的时候 你都感觉不出来吗 哦我要变咖啡色了 哦我的天啊 我要变咖啡色 我要变正妹的 我要变气质美女的 而且你那时候刚答应你知道 你知道那种高中刚生大学生 都觉得自己是大人的 我们是小大人的 我们有自己的人生 我要变成成成熟的女孩子 我从高中有法径啊 被教官阻止了 我不能染头发 我现在刚大一 我可以染头发了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我现在学生应该不知道 我们那个年代 高中是有法径的 所以我们一升大学之后 没有法径就 哦我会染起来 你那时候脑中的画面就是 哦我等一下出来之后 大概会像那个 对你是那个头发很柔顺 然后有点咖啡色 有点轻盈感 没 起来之后会变咖啡 他刚开始 他在抹的时候 感觉不出来 因为你调色嘛 嗯 那你调色你会没办法 去预料到说他戴你头发上面显色的样子啊 是 对不对 然后一直到那个轰 他不是有个轰头的吗 嗯嗯嗯嗯嗯 都还感觉不出来 然后一直到起来 然后洗头的时候 通常是你洗完之后 他包起来嘛 他包起来放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哎 好像有点亮耶 然后 然后他就开始不然舒缓 然后吹 吹到半干的时候 你就觉得 啊 差马死定了 差色啊 那个 中奖啰 就是刚开始 他已经 前面染头发的流程都结束了 对啊 然后他最后洗头那个环节 然后洗完 好咯 然后 他头发都会包很大一包 然后坐在镜子上 然后我们回去座位坐上咯 然后你就坐上座位 然后就很 像开惊喜包一样拿下来 啊 刚才头发还是湿的 你是不是感觉还还好 你就会 因为头发湿的时候 他会变深色 嗯 但是你就会觉得 嗯嗯 还行 还行 嗯 就是可能 刚开始可能 没有一百分 又有个八十分 就好像还行 然后他吹吹吹 吹到半干的时候 就觉得 诶那个颜色好像越来越不对了 我头发毁了 他就问你嘛 问你说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你又不好意思跟他讲说 诶那个颜色好亮 诶那聊天室有没有女生 还是男生 曾经跟理髮师反联过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诶 对女生来讲 头发要留很久 嗯 然后要照顾起来 很花钱很累 你知道头发越长 花在头发上面的成本越高吗 因为你要擦很多精华液 你要擦很多保养品在头发上面 所以头发越长 你要保养他越难 诶有人说 设计师通常都会说 一阵子发射就会比较自然 别人听他虎晓 我记得那个小美那发型 还越来越淡哦 越洗越淡 你那个发射 你那个发射 还给我越洗越淡哦 而且最惨的就是 你的头已经很丑了 然后你要丑很久 然后大概丑了三四个月之后 他就变布丁头了 哦 那你又不能说 你的发射已经很丑了 然后你就想把他留回黑发 然后你就会有一阵子是 那个布丁头的状态 布丁很久 可是我忘记听过这个话术 就是啊 之后会比较自然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屁话 或者是他会跟你说那个 你头发要剪多短 然后我就说 剪下面一点点分叉的部分 帮我修掉就好 结果他剪完之后 发现你十公分不剪了 那个剪头发的时候 你理解的短是这样子 你理解的短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设计师理解的剪短 是这个样子 大概十公分 你说这个有 因为在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是非常哈日的 是很日系 所以大家头发都是 病脚很长 然后都会抓头发 玉米须 然后头发都是炸炸的 很像棒棒糖男孩那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男生 都会溜得很长 我刘海一定要很大片 然后旁边的病脚要很长 病脚一定要盖住他耳朵 然后设计师就说 你这头发怎么修 我就说帮我修短 我所谓的修短就是 真的是修短 你就是头发太厚 你就稍微打薄一点 剪个两刀就好了 剪个 给我剪个两公分 就是修个两公分 让他不要过眉毛就好了 就是让他不要 就是插到眼睛这样子 结果他给我修短 就给我修到 那个额头上面 我就 他一刀下去的时候 你那个真的是 深吸一口气 就是那个 他下去你就 可是我老实说 虽然我都笑你说 你没胆 可是我其实我也没胆 我当下他给我一刀 下去的时候 他说 我觉得他最靠北 就是什么 他一刀给我下去的时候 我就 他说怎么会太短吗 我就想说 你写靠北哦 你那一刀就下去了 现在跟我问我 说会太短吗 你要问这句话之前 你可不可以把剪刀 摆在这个位置 跟我说 这样子会不会太短 你一刀给我卡下去 那个一大戳 你知道我以前头发 真的很大片 那个一大段的话 掉到我的胸口前 然后我一脸就是 呆滞的样子 然后他就说 这样子会太短吗 你是在靠哦 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 你问这什么屁话 你一刀下去的时候 这样会太短吗 你又不敢跟他翻脸 没有啊 重点是说 剪都剪了 所以我就觉得 你至少染头发 可以救回来 染头发感觉可以重染 没有你一直懒 然后你头发一定会受损啊 对不对 你染了这颜色你不喜欢 你又不一定盖得掉 所以我后来就不染头发了 哦 我觉得其实不染也还好 我和小美 已经好几年没有染头发了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我都是非常尊重专业 设计师说 哎 爸学院我跟你讲 因为我跟设计师 那个设计师剪过 蛮长一段时间 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 我那时候我常常染头发 我跟你我们来挑战一个特别的 我们不是 平常都染咖啡色吗 而且因为我都是染那种 很深的棕色 他说我们来加一点不一样的变化 哦 就是我帮你加一点点 那个火龙果的红进去 火龙果红 他平常看起来就是 哦 深色咖啡的 很低调 但是在光上面照下去的时候 会有另外一点偏红的感觉 他画素你 对 我就哦 我一想到红了 我脑中就有那个灌篮高手的画面 你知道吗 我一直 我想说会不会很亮 很亮 他说不会不会 你相信我 我就说哦 哦好好好 因为他合作很久 而且我看到他就很满意的样子 他就说哦 这个我跟你讲 我们试试看 一定很好 我就 哦好 然后我就看到他在调那个色的时候 我就很快 他调色的时候就拿那个很艳红的红 然后那个很亮 很像果 很像火龙果汁 那个调起来之后 变死亡芭比粉 对对对 很像火龙果汁的颜色 然后这边 狗狗狗 然后我头上狗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哇塞啊 死定了 死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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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出来的成品呢 后来就有点火龙果红啊 他就有点火龙果红 他有点咖啡色混在一起 他在想 他脑中的火龙果色 有没有搭你的脸啊 我说实话 大家有没有吃很多火龙果 然后饿扁扁过 那扁扁就是咖啡色 带着一点火龙果色 我那时候脑中就觉得 我怎么好像饿出来 我头看起来好像 我饿出来火龙果扁扁 大家有没有这种觉得 就是你吃了很多火龙果 然后饿在马桶里 你的扁扁就带一点 红红的火龙果色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 我只有头跟他吃完火龙果的塞 好可怜哦 所以我跟小美一样 也是以前年轻的时候 受过很多打击 受过很多打击 所以就不染头发 我觉得学生时代 同学都很坏 那时候班上 只要有人头发碳坏了 或是剪坏了 都会被很多人笑 会被笑很久 会被笑很久 所以那时候都是剪头发一错 当下都会很害怕 就是你知道说 这个头发已经被大家笑死 然后会被笑一整个 可能被笑一两个月 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人 他懒那种亚麻绿啊 或是烫得比较卷 然后来学校就说 哎 剪那个头跟大便一样 然后他懒那个什么绿头发 然后就 就会被笑 对啊 然后那个人就 哦 至少你去学校没有别人笑你 你笑我啊 我哪有笑你啊 我只是说 你的指责 我只是在嫌他而已 我没有笑哦 你在嫌他就是对我的二次伤害了 哦 我不是说 我当下你在讲的时候 我就讲到哭了 对啊 对啊 我会觉得我已经很难过了 结果你又把我嫌的这样 那我应该说什么 哦不会啦 很好看 当台女也蛮可爱的 你现在是可爱的台 我是小台的女 你应该要好好地用正面去安慰啊 那我要讲什么 你就要讲说 啊没关系啊 头发再留就有了 没关系我们现在拿广告颜料涂一涂 嘿嘿嘿嘿 都不会讲点好听话 哦 有啦 好 我要练习讲 没关系啊 这个发色也很漂亮啊 你看 那个人家Angela Baby 发色跟你很接近 它比你更亮啊 不用怕 没了 没了 我 我是不是从以前就不太安慰别人了 对啊 有人说 发生当下可以唱 我爱台妹 台妹爱我 尺度真高 嘿嘿嘿嘿 那你有烫失败的经验吗 你烫失败经验是什么 我想一下烫失败哦 烫失败比较少 没有你没有烫失败 因为你没有在烫卷 我有在烫卷啊 发尾啊 对啊 可是没有失败过 因为我没有从半三药的地方开始探 你一直都是很打保守败 对我都只烫发尾 是 我自己有烫失败的经验 就是他跟我说 试试看要不要用玉米须 其实那时候我听到玉米须的时候我很害怕 因为我脑中玉米须就会很炸 然后那时候他就说 你试试看发尾烫玉米须 这样子不太需要整理头发 你头发看起来就很像是 自然抓过的感觉 很像是你有整理头发 你就不太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头发 然后我就信了他 我信了个鬼啊 你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你们去理法厅 然后理法师刚开始帮你洗完那颗头 整理那颗头 抓好那颗头的时候 看镜子就觉得好像还行 他帮你抓好了哦 然后刚去洗完头 洗加减 然后还烫 还加染 然后他帮你整个弄好之后 你花了五六千块弄这颗头 你在那个店面 那个设计师帮你弄好这颗头之后 你就觉得 诶好像还行耶 不错 嗯 然后左看右看的 他就这样子拿镜子 OK吗 OK吗 就嗯 OK OK 然后你回到家里隔天 然后你洗个头 洗个头 然后可能睡觉一觉起来的时候 然后发现你怎么整理 都整理不回来 那个设计师的样子 你就是怎么整理哦 你怎么抓 就是你把他一直喷 一直喷 一直喷 一直抓 一直抓 然后抓了三十分钟 然后就是完全抓不回来 那个设计师 昨天 一颗爬一胆头 我完全没办法还原 昨天那个 我在理法天的那个发型 所以头发这东西真的很难说 难怪人家都说 一定要找自己认识的 或者是处理过很多次 已经很信任的设计师 爹爹说 他是没有被探坏的经验啦 只有头发被剪短 很不爽的经验 然后我 像我啊 男生就是头发被剪短很不爽 以前啦 最容易剪失败的 就是那个刘海的长度 哦对了 那个这样就好 叹一招下去 你有刘海被剪坏过吗 有啊 算是有吧 就是剪到很短 然后我就觉得剪三小 我就很骂张幻 你说他那个刘海哦 一刀 对啊 然后离那个额头很高 整颗额头都露出来 然后离那个一刀 然后你就看 你又一脸彷徨在那里 我是谁我在哪 刚发生什么事了 就像小丸子里面不是有一几 小丸子那个头发也被剪太短 嗯 然后他就一直哭 诶 我好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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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马桶开 然后他妈妈就说 好啦没关系啊 你知道也很可爱 结果他爸说 好丑啊 然后他就 他就哭了跑回房间 然后他就没办法见人 我其实从大学之后 就不太care我的发型了 对不对 从有一次我无聊 想去剪平头 应该是说 你从出社会开始 你就是剪美式油头了 是 对你就没有在流那很大片的那种大刘海 嗯 你就开始剪比较清爽一点的美式油头 对啊 我们我是走剪美式油头 然后剪剪剪直到有一次 那个店长就跟你说 你的发现好像哪里怪怪的 好像分错边 哦那个被小美写得要死耶 小美就说 那个店长把我剪得像金正恩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因为我从以前 我是流很大片的刘海嘛 然后我差不多24岁25岁的时候 那时候就觉得说 好像已经是大人了 我不要再抗陶抗民 因为那时候我妈妈都会说 抗陶抗民不好 就是老一辈的会觉得说 人要出社会要创业 要有点露额头啊 比较阳光啊 比较不会死气沉沉 阴阴沉沉的样子 我就好 我要剪一个露额头的 轻轻轻的那种 然后所以那时候 我就开始都是剪油头 男生剪头发很快 都15分钟到30分钟就剪完 然后有一次那个店长就说 哎 霸宣我跟你讲 他那时候其实就是知道我是霸宣 霸宣我跟你讲啊 你这个发炫啊 怪怪的啊 让我这个专业的 你这样发型 跟你发炫不一样 你分错边了 对对对 我还帮你弄一个发型 就那个 因为他是把我的刘海 我原本都是往右分 他就直接把我的刘海 整个改回往左分 然后因为 我们要留刘海 我们的头发 一定会有一边长一边短嘛 对不对 因为他把整个 原本往右分的头发 改成往左分 所以整颗头发变超短的 然后他又用油头往上输 然后这又弄得很像金正恩 我老实说 那天我剪完的时候 我真的看起来超像金正恩 我看着镜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像金正恩 他剪我头发又剪超久 他剪了一个小时多 正常你去剪头发 差不多约20分钟最久 对 那一天他剪了一个小时 然后小美就等得很生气 然后我就觉得很累 因为他店很小 我又没有办法站在里面等 然后我就坐在外面 然后就一直被蚊子叮 然后又等了一个小时 然后等一个小时出来 就发现金正恩走出来 然后我又很生气 我就觉得 你剪这什么关系 但是天天也是嫌 嫌我嫌的钥匙啊 我嫌是 嫌他怎么给你剪 这样就是 没有 你说以后不要叫他不要给你剪了 没有在在意你的诉求 你已经跟他讲说 你习惯分这样子 我可以跟他讲 我虽然剪油头 但是我的耳朵旁边两侧 我就不会推得很平 我不会打薄 我不会打薄 我不会做层次 因为我贴平的话 我的头型会不好看 所以我和我合作久的设计师 都知道我旁边会留三分 然后我后面 因为我其实头型 每个人头型都有一些 迷头偏扁 对都有一些缺陷 然后你就是用头发去弥补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头发 都适合所有人 店长就是属于那种 我不管 我只看头发 我不看你的脸 他身边的头发 他可能就觉得说 身边的头发 就跟那个欧美人一样帅 然后这脸看起来 跟金正恩一样 哈哈哈哈 他忘记 你的脸比较偏大 比较肉比较多 然后我一出来的时候 小米看到我那个脸 我就忘不了了 我走出来的时候 小米一脸就是 蛤? 蛤? 我男人变金正恩 我男人怎么变金正恩了 然后一脸就是 蛤?我等了一个小时 结果你给我剪一个金正恩头出来 哦 对啊 说说剪头发 其实我已经预约 四月去剪头发 诶!我要问一下 有没有 这边聊电视 有没有女生跟小美一样 我们双方都是会 拿彼此的手机起来看 很正常 我们要收很多讯息嘛 还有收信 所以我们两边 本来就很平常看手机 像有时候 我把小美的手机拿过来看 就会发现 那个相簿里面 全部都是头发的截图 他在网络上看 哦呦 这个发色好像蛮好看的 截图 哎呦 这个卷卷的蛮好看的 截图 哎呦 这个长度好像蛮可爱的 截图 当你发现那么多截图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女人 想要弄头发了 这女人准备要去弄头发了 然后它不然就是美甲 对 就是这个美甲的页面 怎么划一划 照片划一划 有一大串 全部都是美甲 就是那一片 你就知道说 它那个下午都在划头发 它就是相簿里面 通常都是大家的合照嘛 你看到小美拍小饼干啊 或是它去外面 拍到一些可爱的小动物 然后就看到一大片 大概九成九 或是更多 可能是十二张 或是十六张 全部都是头发的照片 就嗯 这女人想弄头发 这女人准备要去弄头发 或是这女人准备要去做美甲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好啦 那就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 大家再见 晚安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早点休息 不要熬夜 好 买棉 大家买单棉啊